你可能觉得奇怪 就一小段乐剧 怎么就描绘了人的一生呢 又是在哪一首作品里呢 《归去来词》 这首古琴作品是宋莫原初 《语言根据陶渊明集》当中的 《归去来西词》所创作的 这首词符本身是一封词之报告 这词之词出了一篇流传千古的词符 也就陶渊明了 今天我想和大家分享的这个片段 在我意见的画面里 是这首作品的一个转折点 让我们先来听一下 让我们拆解来看一下这是怎样的一生 乐剧呢 从欢奔乱跳的幼学之年开始 一奔一跳 那种无忧无虑的状态 随后呢 来到了我们风华之貌的弱观之年 开头的两个音就来了一个五度的跳进 就像是一个斗志昂扬的青年 跳上了一个高台 对一切的事物充满了自信 积极向上的那种感觉 随后画风转到了 遇事能明辨的不惑之年 旋律逐渐地下行了 就像是我们在体味人生的这个过程中 慢慢地消磨了我们的天真 慢慢地变得更为沉稳了 最后乐剧来到了白发苍苍的古希之年 旋律变得更慢了 就像是一位老年人 拖着脚步越来越沉重 越来越走不动道 在乐端的最后呢 是一个和之前翻音不同音色的暗弦音 一个又慢又长的滑音 最深的滑音 像是一声叹息的声音 也像是我们对人生的一种总结 唉 我把这个小乐段再弹奏一下 让我们再一次来体会一下 人生的这四个阶段 即便就是这一小段的旋律里 它也蕴含着 具有中国人哲似的起承转合 这就是我今天想和大家分享的 一小段泛音描绘人的一生